大威德天天晨曝 2022年11月30号周三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本地初级见走活动 因冰冻路况暂停一次 很多汽车仍然被留在路上 因冰冻路面无法移动 提醒小伙伴们 这几天尽量不开车 万分注意冰滑路面 小心慢行 有些人从昨天下班开始 被堵在路上 到现在才回家 被遗弃的车辆到处都是 飞沙河谷地区大多数学校今天停课 昨天开始袭击温哥华都会区的暴雪已经结束 可是受到的影响持续进行中 大雪加上冻雨 到今天早晨仍然冻在地上 严重影响交通出行 受打击最重的交通要道是在励志文市的周边 特别是新西敏连接线 一些司机从昨天下午开始 到今早一直堵在这个地区 很多人直接抛弃车辆 徒步走出道路拥堵地区 今早被仪器车辆随处可见 造成更多拥堵和延误 预计低温湿滑的情况 今天仍会持续 今晚更冷的北极气团将抵达温哥华 可能会把刚刚融化的积雪再一次冻在地上 温哥华都会去多数学校今天继续上课 费沙河谷则大多数停课 提醒大家今天上午10点以前 帮助清扫便道和人行道 如果实在赶不上清理 可以请邻居或者专业清扫公司帮忙 以避免罚款 尽管BC省人权专员反对 温哥华学校局仍然坚持让警方的联络官回到学校 自美国黑人被警察跪压致死之后 去警察运动导致温哥华都会区的一些校区 将警方联络官制度也一并取消 新上任的温哥华学校局 竞选承诺之一就是恢复学校和当地警方的联系 最早明年暑假开学联络官员将回到学校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今年1到10月 中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21万个 859.25万户 其中广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广西 山西 湖北 福建等25个省份开工小区数 户数均超过或达到计划任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特约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